7月15日,为纪念秦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特种游资明信片首发室在西安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举行。 该明信片一套五枚,内容有高级军力俑,铠甲武士俑,绿面桂舍俑,立舍武士俑,以及袖手俑,封套为秦始皇帝陵兵马俑。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田静介绍,封套选取兵马俑出土时的原状照片,还原了兵马俑被挖掘时的壮观场景,反映了这些文物,历经千年沧桑,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我们知道秦始皇帝陵的兵马俑考古发掘工作是几代人一直心火相传做出来的一个工作,文物保护工作者跟考古人员密切地结合,保护了秦勇的原来的颜色,同时也把破碎的兵马俑发掘修复出来。 田静称,此次明信片的设计别具匠心,选取的五个兵马俑形象均是首次登上油品,非常珍贵。 我们秦始皇帝陵博院的镇院之宝也是最受观众欢迎的一件兵马俑,高级军律俑,就是俗称江军俑,江军俑目前只发现十尊,非常珍贵,民族珍贵,那么高级军律俑的形象就是在我们特种油资民信片的第一位。 设计师于雪称,画面背景中,撰字秦与现代字勇,文字的演变象征着兵马俑经历的风雨沧桑,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其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文化。 综艺选用了一张兵马俑挖掘出原状的拍摄照片,仿佛在我们拉开的那个陈丰的记忆。 第一枚为高级军律俑,设计以一个完整而生存的兵马俑形象为主体。 其威力的姿态和精致的细节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记者了解到,该明信片一经推出便受到游客喜爱,不少游客排队在现场进行购买、盖章。 据工作人员介绍,全套明信片游票面值为80分,计划发行数量为65.7万套。